美丽公主女扮男装与帝国英俊王子决斗,最后逆袭称王本期丽哥带来电影《金玫瑰洞》。 很久以前有一个古老的王国,国王骁勇善战,拥有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儿,她家庭幸福,但连年的战争让她知道自己必须有一个男孩来继承王位,为国家带来和平。 王后也如愿,再次怀孕了,预言家们为了讨国王的欢心都奉承国王,告诉她一定是一个小王子,只有诚实的白女巫敢说实话,第三个还是女儿。 不久之后孩子出生了,是一个漂亮的女婴,但王后却难缠而死。 悲痛交加的国王,认为是这个女婴带来了不幸,于是国王把她带到了专门吃女孩的金玫瑰洞,想把她杀掉,给神兽献祭。 但善良的白女巫,使法将国王的剑批断了,国王意识到这是上天的指示,无奈之下还是把女儿带了回去,这个女孩便是范塔哥罗。 十几年后,范塔哥罗成长为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少女,但相较于她的两个姐姐,范塔哥罗性格就像是一个男孩子,无所畏惧,又坚强好胜,常常被关进城堡的枯井里,面壁思过。 年复一年,国王已经不再年轻,无法带兵打仗的她把军权交给了大将军,还打算有女儿和阿塞拜疆联姻,这样一来,阿塞拜疆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攻打她国。 傲气的范塔哥罗拒绝了父亲的政治联姻,想要追求真爱的她,骑着马就离家出走了。 这天,范塔哥罗来到了靠近邻国的一个森林里三星,然后遇到了白女巫变成了骑士,她教授了范塔哥罗剑鼠和带兵打仗的兵法。 范塔哥罗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保卫国家,于是便潜心学习,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,邻国的老国王去世,新继位的国王罗莫尔来到森林打猎。 乔玉勒在树林里躲起来,只露出了一双圣人心破双眸的范塔哥罗,罗莫尔对着神秘女子的眼睛一见钟情。 不久后,范塔哥罗学成归来,正好遇到阿塞拜疆的三个王子前来求婚送礼,但丑陋不堪,傲慢无礼的三个王子, 让范塔哥罗和两个姐姐心生厌恶。 于是范塔哥罗趁机说服了两个姐姐和她一起反对联姻,怒火中烧的国王把范塔哥罗贬为了厨房女佣。 在厨房里,范塔哥罗又遇到了白女巫,这次她变成了一只大白鹅,守护在范塔哥罗身边。 不久,邻国国王罗莫尔多送来战书,为避免战争带来生灵涂炭,两国各自派出最强大的武士进行比武,书的国家必须俯首称臣,而邻国则由罗莫尔多出战。 没有儿子可以出战的国王气得发抖,白女巫也预言国王必须接受挑战,而且只有她的后代才能获胜。 于是范塔哥罗和两个姐姐决定女搬男装,成为三个骑士替父亲出战,他们带着大白鹅就骑着马出发了。 但出发没有多久,两个娇生惯养的姐姐就承受不住了,部队只好停下来安宫扎寨。 而罗莫尔多则对那双摄人心魄的眼睛念念不忘,她甚至举办了一个舞会来辨认那双眼睛的女孩,但始终没有她梦中的情人。 而另一边,两个娇气的公主受不了长途跋涉的辛苦,只要回去。 范塔哥罗也为了减轻负担答应了他们,自己则继续奔赴邻国。 半路范塔哥罗和罗莫尔多在一处狭窄的山谷相遇了,不明身份的两人甚至动起了舞。 后来范塔哥罗的面具掉下,罗莫尔多一眼就认出了那双令她魂牵梦营的眼睛。 回到营地的范塔哥罗,抱怨罗莫尔多是个傲慢无礼的人,但实际上已经爱上了她。 而罗莫尔多不愿意相信自己喜欢上的人居然是个男的。 为了验证假扮成骑士的范塔哥罗,就是女儿身。 罗莫尔多把她带到了只吃女人的金玫瑰洞,原来金玫瑰洞就是神兽的嘴巴。 勇敢机智的范塔哥罗发现了洞中的金玫瑰,就是神兽的猴姐。 于是她摘下了金玫瑰,打败了神兽,活着走出了山洞。 罗莫尔多还是没能测出范塔哥罗的性别。 于是罗莫尔多接受了副将的建议,邀请范塔哥罗进行游泳比赛。 被迫无奈的她只好把剑和罗莫尔多打了起来,罗莫尔多不愿意伤害到范塔哥罗,迟迟没有动手。 但范塔哥罗认为这是瞧不起她的表现,气得挥剑就将罗莫尔多刺了过去。 一番比拼之下,罗莫尔多被范塔哥罗打倒在了地上,范塔哥罗没有杀她,只是转身离开了。 而罗莫尔多则惊讶地看着这个勇敢强大又美丽的范塔哥罗,说不出话来。 比武结束后,罗莫尔多来到国王的面前俯首称臣,递上了详书,国王也提出了两国联姻的想法。 于是范塔哥罗的两个姐姐和罗莫尔多的两个副将在一起了。 在白女国的帮助下,范塔哥罗也和心爱的罗莫尔多结了婚,让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 国王把国家的土地分给了三个女儿和女婿,自己则退会做一个引游诗人,游离四方。 万一她真的是女子,怎么办?我就取消决斗,向她求婚。 万一是男子,怎么办?我就先杀了她,然后自杀。 为什么要自杀呢?为了那份不可能的爱。 王子是英俊的,公主是美丽的,爱情也是真质的。 金玫瑰洞留存了上世纪奇幻爱情电影《最美的记忆》。 在那个权力之上战乱不断的时代,纯真的爱情似乎不堪一击,联姻才是维持关系的王道。 但勇敢善良的范塔哥罗打破了枷锁。 勇敢地追求真爱,承担责任,用一颗炙热的心, 在我们对爱情的期盼留下了时光的剪影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,我是立歌,原作登展,照料你心。